男孩被上千斤的冲击钻对准脑门 突然 不要钱的番茄汁瞬间喷涌而出 所有的工友都猛了个逼 一定要赶紧点赞点关注 让评论区的狗头来庇护你 就在一年之前 这两个嗨老为了一条靓女打了起来 两人经过七七十七个小时的武艺切磋 很快毛发不是很多的光头老占据了上风 但阿衰健壮也完全不损 很顺手拿起铲石板当头一棒 光头老瞬间倒地不起 工友健壮急忙控制住了阿衰 这时光头老可不得了了 不知道哪里捡来一台上千斤的冲击钻 还在阿衰的旁边测试了威力 然后提起来对准了阿衰的脑门 这要是砸下去铁头宫都得开裂 挂掉 不要钱的番茄汁不断喷涌而出 工友们看到都压麻呆住了 挂擦 阿衰健壮时都差点滚出来 免费的番茄汁居然是地里冒出来的 下一秒警员就闪现到了现场 用棉签将番茄汁涂抹在验韵棒上 肉眼可见的红杠快速显现出来 这很明显百分百就是人形 为了查找出事情的真相 警员立刻开出珍藏已久的三轮车 对着地面560度无四角扫描 很像人形骨架的人骨架映入眼帘 通过骨架摆放的姿势得出判断 地下的人应该是被水泥活埋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警方马上拿来不要钱的切割机 他们整整切了三天三夜 才把这块9.9吨重的石头分离开来 很快警员就把石头抬了回去 在别墅里就开始了迫失行动 老村一拿出手电钻开始细心研磨 为了不会误伤到里面的尸体 还时不时拿出激光机不停扫描 两人互相配合一点也不敢怠慢 下一秒黑仔拿出祖传的凿子 经过35890下不断敲击 很快吹弹可破的肌肤映入眼帘 两人见状兴奋到了脚底 赶忙加快了清理的速度 最后发现里面居然是一条靓仔 这个字你一定见过 但不一定打得出来 水泥里一条有点丑的靓仔 就在老村一帮他清理脸上的灰尘时 发现靓仔的嘴里含着一块石头 老村一马上拿出祖传的镊子 在靓仔的樱桃小嘴里 加出了一块几万斤的石头 旁边刚上班的警员也发现异常 靓仔的脸上有大量的瘀青 看来他生前肯定受过殴打与镊带 可老村一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猜测 靓仔并不是被别人殴打致死的 更像是窒息而死的 不然他的嘴里不会有那块几万斤的石头 基本上可以断定靓仔是被活埋的 一定要赶紧点赞点关注 那样才会得到狗头的庇物 很快靓仔洁白如玉的小手录了出来 警员在提取指纹时惊奇发现 靓仔的指甲缝还残留了大量不明物体 经过化验才得知 这是一种带有麻醉效果的韭菜 并且还需要在老村一的指导下才能使用 经过大数据的对比 很快就找到一个有嫌疑的嗨老 当警员来到嗨老的别墅时 发现里面乱得像狗窝一样 经过搜查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刚回到别墅的嗨老见到警员猛了个逼 原来嗨老得了严重的肺癌 为了缓解痛苦才买了麻醉韭菜 随后警员就把靓仔的照片给其变远 嗨老看着照片经过三秒的仔细回忆 表示自己根本就没见过他 线索也因此而中断了 另一边老村一经过几天的努力 靓仔终于露出了庐山针面目 不注意还以为挖出了一具冰马俑 通过观察靓仔砂锅大的拳头发现 大量的老简坚硬无比 很明显这个靓仔是一个练家子 经过透视镜扫描可以看出 靓仔的脑部也有大量出血的情况 警方经过大量的数据排查 最终找到一家拳击训练馆 马上将照片给老板询问情况 原来死去的靓仔名叫嗨仔 并且是自己非常得意的开门弟子 他拿到的奖杯可以堆积整间屋子 但由于他无法做到孤独求败 最后嗨仔应聘了自己梦想中的工作保安 警员马上就闪现到了酒吧 这是一条有点丑的靓女表示 前几天嗨仔跟一个嗨老比划过 最后这个嗨老放出狠话要干掉他 看来这个嗨老有重大的嫌疑 警员马上就请他到办公室里喝茶 嗨老表示他们确实找过嗨仔 但看到他犀利的眼神魁梧的身材 几个嗨老被吓得死都滚了一哭 没想到线索又再次中断了 另一边老村医从嗨仔的战袍里 找到了一块形状怪异的玻璃 这条中年男孩居然被埋在水泥之中 老村医通过他的战袍发现 里面有非常多的玻璃碎片 通过大数据排查发现 生产这种玻璃的工厂 早在500年前就已经倒闭了 世界上只剩一栋别墅还用着这款玻璃 于是警员马上就闪现到了案发现场 果然在这里找到一毛一样的玻璃 从玻璃的撞击力度来看 嗨仔一定在这里经过了激战 这时黑仔拿着不明液体往墙上喷了喷 手电筒一照发现有大量的绿光 为了证实自己大胆的猜想 黑仔往墙上再次喷上不明液体 随着灯光熄灭大量绿光显现出来 这很明显都是人血 通过摄像头得知 这里就是打黑拳的基地 嗨仔生前也在这里经历过无数的比赛 虽然最后一次的比赛打得比较激烈 但对于嗨仔健壮的身体并无大碍 这时黑仔从水泥中找到宝贝 看上去貌似是一个吊坠 经过了几千度硫酸的洗礼 才发现这是一块白金的奖杯 上面居然还写着嗨仔教练的名字 这很明显跟他脱不了关系 于是警员马上拿着奖杯找到了教练 在铁一样的证据面前 教练只能把真相都说了出来 原来那次比赛之后 嗨仔坐在凳子上突然就没了动静 被男人轻轻一碰就倒在了桌子上 教练赶过来急忙用手电筒照了照 发现嗨仔的瞳孔已经扩散了 教练因为害怕惹火伤身 于是决定把嗨仔毁尸灭迹 奖杯也因此调到了现场 被他们用水泥一起埋到了地底下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嗨仔此时并没有死去 只是头部受到重击睡着了而已 但他拼命挣扎却早已无济于事 最后教练也因此被逮捕了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